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伦 马来西亚的选举委员会在10号的凌晨宣布了 由前首相马哈迪所率领的希望联盟 一举获胜改变了马来西亚60年来以来 没有政党轮替的过去的历史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淡江大学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的教授陈宏瑜 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陈教授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教授我想先跟您请教 你觉得这一次马来西亚变天的最重要原因 大家有 我看最近的报纸都在谈这个事情 里面有几个 当然一个大家指出来 是前首相纳吉的贪毒的丑闻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一次领导反对联盟的马哈迪前首相 他出来领导让这个整个事情不一样 当然还有人讲说过去两次大选将这一次反对势力不断的茁壮 慢慢的取得了成果 这第三个因素 你怎么看 这三个因素都是爆发在内的 那么有关于纳吉的贪污案子 应该是在2015年 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把这个事情揭发的 那么这个揭发的时候是变成国际的丑闻 这一国的首相拿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公司的钱 那么这个钱还不只是一笔钱 还有两笔的 都是7亿左右美金的钱 一个是沙特阿拉伯的王室捐款 那是7亿 将近7亿美金 另外一个是伊玛公司的 然后这公司的钱 大概转到纳吉的在美国的私人账户的户头 所以这个事情才被揭发的 那么这事情揭发之后 马拉伯就觉得这个事情 对国家的民运有损 也跟他过去以前的坚持是不符合的 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政府 多年来都有贪污的 那比较起来这个马拉伯任内 他个人是比较好一点 就是不像其他的这些政府的官员 这么贪污的记录 那本身他是比较清廉的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就非常不满意 所以在2016年 他就宣布退出这个巫统 他批评这个巫统 这个变成是纳吉个人的政党 不是全马来西亚的政党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当时的副首相 这穆尤丁 在公开就对首相这个行为表示不满意 所以他就把他罢处废掉了 那么总检察长调查这个案子 那么他大概也是会坚持原则 也被他罢免 对也把罢处掉了 就换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最后的调查结果说是 这个纳吉是清白的 因此这个事情对马哈迪来讲说 这个党的变成是他个人的党 这是不对的 所以他提出一个要求 说要大家来拯救马来西亚运动 所以马哈迪应该是 整个事件是一个关键 那么这次的投票 我相信马哈迪的转向 在领导希望联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在过去的几次 这个反对党组成的那个阵线 因为都没有一个适合的领导人 大家不放心 但是我打个岔 过去的两次选举 2008 2013 我们都看到反对党的票 不断在增加 2013的时候 甚至还超过50% 只是因为后来 因为整个的选区跟席次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取得多数的席次 但是他的票数是超过50% 所以这一次也有人讲说 这个不是什么一个人的 是我们反对势力多年来努力的结果 你觉得呢 这样说法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我要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最主要这次的投票转向是马来人的态度的改变 在上一次2013年的转变是华人的转变 但是华人转变还是没办法推翻这个政府的 所以这只是马来人的改变 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 你看这个马化工会 马化工在上次的选举 他有七席 这是掉到一席 那么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 马化工会过去他的得票数 很多都是马来人支持的 马化工会是一个华人的政党 过去一直跟执政联盟是绑在一起的 对 那他的选区是都靠马来人的票 不是靠华人的票 那么这次可以看出来 他是所谓垮台 就看出来马来人不再投票给这个马化工会了 转投那个反对党的人 那马来人的观点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比较尊敬这个长者 那马哈迪在过去之前也受到批评 不过基本上他还算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马来人来讲我投票给他是心安理得了 他转向的话 他不会犹豫的 所以这次我相信他应该是 很多的马来人是因为他的关系投票给他们的 我想问一个比较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马哈迪站出来 其实事实上是跟安华的人民党 共振党 是合在一起的 对 之前马哈迪也跟安华之间 曾经有过冲突 甚至在他任内把他逐出巫统 那这一次的和解 意思是说 马哈迪等于承认过去错了吗 还是说 因为现实的需要 两个人又在一起 应该是基于现实厉害的考虑 马哈迪曾经公开讲 他说当在两年前当他想要跟安华合作 的时候安华还犹豫一阵子 没有马上答应 最后安华同意了 因此马迪说 我们两个人都基于忘掉过去 大家往前看 所以我们再度合作 那么但是他说比较之下 安华跟纳迪 他说纳迪的所作所为 比以前的安华 他更不能接受 他曾经做这个解释 那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协议 就是马哈迪在这一段时间 一个是委任安华的太太 做他的副手下 同时他要求 希望能够把安华特赦 安华因为他叛刑出狱 今年6月要出狱 还是五年的帝夺公权 那要把这个免除了 安华才能够正式的出任公职 从马哈迪嘴巴里面 是说大概要两年的时间 到时候他会自己就辞职 把这个权力交给安华 会这么顺利吗 还是说也很多人是觉得 马哈迪其实 他一生都在政治里面打滚 有了权力的人 怎么可能放弃呢 你怎么看 我想应该在两年后 他年纪已经大了 所以他应该可以交棒 看这个样子 这次出来竞选的时候 活力十足 不像是92岁的人 对对对 他这个身体状况非常不错 这些思路还蛮清楚的 那你怎么看为什么 马哈迪他 他的在政治上面的考虑 在以后他会真的跟安华来合作 还是说他会想办法保留他自己的权 我想以马哈迪的个性来讲的话 我个人对他的这个从政 我一个观察 他担任的首相旗舰 一直在寻找他的接班人 可惜这些人都不如他的愿 安华是一个 巴达威是一个 巴达威 纳吉也是一样 那个马哈迪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2013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 这个纳吉出来选的时候 他还帮他去站台啊 他他认为他是应该他很好的接班人 只是后来的表现 他觉得不满意啊 所以他一再的 去对这些候选 就是接班的候选 他做出一个非常严格的 这种筛选 不符合他的意 他就被他赶走了 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这个老首相 在后面仍然指手画脚 要这个前面的首相 做什么做什么 对 那前面的人怎么会忍受得了呢 所以到最后两个人 就一定有冲突了 这个关键在那里 他这个人啊 就是他的任内啊 他提出一个2020宏愿 意思说马来西亚在公元2020年 要达到已发展国家 这是他所定下来的目标 但是后来这些首相呢 没有以一个按照他的计划 因此他眼看时间快到了 这2018了 还两年呢 没有达到他理想的目标 因此他就心理上有一点急啊 就是他的理想没有实践 那现在这个纳吉呢 曾经提出一个TN50 就是他把2020年没有达到目标 他延后到2050年 这个对马底来讲的 这个根本就是 你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把这个政治搞坏了 所以他觉得他很痛恨啊 这一次是马来西亚从独立以来 第一次论政党轮替 是 是一个很划时代的 但是历史上常很反讽 你是这样的政党轮替 但是权力现在又回到 以前执政过22年的老首相的手中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于很多 这个民主的人士来讲 这似乎是蛮反讽的一件事情 你怎么看呢 我想第一个 对马来西亚人来讲的话 重新换了一个不同的人 但原来是巫统的人啊 出来主政 在投票他们比较放心 所以才会变天啊 还是有持续性 对还是有持续性 这是一个我的观察 否则突然改变一个陌生来执政 他们觉得这个票投不下去 所以这次这个马来西亚 应该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他们觉得可以放心 投票政权移转 第二个呢 因为那个国政执政太久了 有很多人占了记得利益 那么马来西亚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希望以后的首相 只能够做两任 做两任 做各州的州务大臣 或者是政府的首长 不能够超过十年 他意思说将来这些人啊 不能够长期把持政权 那么我想这些打动一些人的想法了 否则你看那个国政执政的61年啊 多少人他的家族系统都是延续下来的 这个是不太好的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谈 这一次马来西亚大选的结果 会造成哪些的效应 尤其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 还有马来西亚他的对外关系 我们等会来继续谈